今年3月 美国拜登政府才派了特使 前往密克罗尼西亚 马绍尔群岛 帛琉三个南太平洋岛国进行访问 这样的访问主要是针对了 双方的联合安全协定 即将到期之后的安排 这个协定当然应该会继续 而根据这个协定 这些太平洋国家、岛国 他们会提供美国一些军事的设施的靠岗 还有在相关的海域提供美军的军事训练 美国则投桃报李 会给这些国家一些经济的援助 还有包括及时的人道的救援等等 等于是互蒙其力 新闻也说了 拜登政府也就在这个星期要派他的国安会的亚太政策总监 还有国务院的亚太助亲率团前往南太平洋的其他岛国访问 这些岛国包括了索罗门群岛 还有包括了斐济 以及在这些东南亚或者南太地区最大的岛国 也就是巴布亚、牛锦内亚 这次的访问 很多人说是建制中国大陆 因为访问的代表团里面 除了外交的代表官员之外 也有国防的 也有国际发展的 这些的一切 很多人都认为说是因为中国大陆 与索罗门群岛 就在最近 由双方的外交部长 签署了安全架构合作协定 这只是一个架构或者框架性的协定 但是已经有消息传出 中国大陆希望透过这样的协定 能够在未来进一步的 在索罗门群岛 有一些军事方面的交流或者是注点 这方面中国大陆当然都予以否认 索罗门群岛也没有证实这样的一个消息 但是我们已经很明显的嗅到 美国与中国大陆 就算在乌克兰俄罗斯武装冲突 正在打得如火如荼之际 美国与中国大陆 他们在南太的竞争并没有停止 美国已经很早就插旗南太平洋 包括他国安会的亚太总监 Kurt Campbell 也就是坎贝尔 他在去年也曾经说过 美国对于南太平洋 有它历史上 道义上 还有战略上的责任 换句话说 美国它正在全面的 规划它对于南太平洋战略的合法性 合理性 而且希望南太平洋就在美国 还有它的盟国 纽西兰澳洲的掌握之下 不容他国进一步的插手 中国大陆其实相对是聪明的 他透过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 在南太平洋国家进行了很多的 包括医疗援助的计划 包括像是人道救助的计划 还有像是一些教育的项目 还有气候变迁防治等等的合作项目 目前还看不到很明显的 军事战略上的规划 但是因为美国与中国大陆 战略不互信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美国已经在南太平洋插旗了 它当然不容许北京当局 在未来也一样画葫芦 从这些非安全性的合作 逐渐扩展到安全性战略性的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自然会更加的围堵中国大陆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必须要想到 就是说美国在恶乌冲突之际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心力 放在印太地区 而南太平洋或者太平洋岛国 确实是美国目前觉得非常棘手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当这些岛国纷纷的与中华民国断交 美国会觉得说 它在这一块会让中国大陆的势力逐渐的入侵 因为如此 美国决定要在所罗门 把它的领事单位 也就是办签证等等的 论书认证等等的单位 把它升级为大使馆 如果属实的话 这将是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第一次设立大使馆 也是所罗门群岛这个65万人口左右的国家 第七个外国在当地设立大使馆 当然这个大使馆也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换言之 未来在南太平洋或者太平洋岛国地区 我们应该会看到更明显更直接的 美国与中国大陆在外交 在人道合作 在影响力等等各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竞争 当然目前不知道未来发展会怎么样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于美国与中国大陆 现在的战略不互信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